巨变的主旋律将诚意和赵露丝放在了一起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旋律 包含现实主题的项目在未来的数量总是会增加 我相信新的创意作品会从大环境中涌现出来 正能量具高傲登场 当演员相信自己的能力会受到关注时 他们会努力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即使是不受欢迎的演员也会受到主要戏剧的影响 任何表演学校的老师都会将它戏剧性的简历视为它就业的关键因素 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 演技是选择主剧演员的首要考虑因素 由于工作场所在申请表上取代了家庭纽带 因此项目在两者之间切换 青年探索的主题不断变化 可以在两者之间切换 选角和拍摄项目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任何年龄较大的演员 年轻的表演者通过这部电影获得了成名的力量 迪丽热巴是所有传闻中最有名的变身 他可以在起诉精英中找到 预计他将成为众多老年人中的主角 因为他扮演着重要或重要的角色 该剧以前的每个角色也都在考虑这个项目来挑战自己 诚意一男一女出现在小说底线中 把赵露丝放到胡同里 就看出了两者的不同 露丝虽然没有什么经验 但对老爷子的工作诚意 还是有些紧张的 因此 他不顾公众的强烈抗议而编造借口 他们与浪漫有关的素材为他们作为主角首次亮相的戏剧提供了动力 在演了一段时间的惊悚片之后 诚意成为了青云志这个角色的幕后演员 八月的宇斯峰和七月的应院 开始了男神穿古装之路 两仙合体而生的凡人 在男风之我心中 用他的动作点燃了一把火焰 傅云深的性格是一个凶猛 但口齿不清的早期职业选手 后来陷入了抑郁 当一个美丽的图像出现在媒体上时 人们的期望就像一幅油画一样高涨 被陈谦谦和罗飞飞视为心上人的小六珍就是她的名字 每一次新的表演 她的生活都更接近于扮演一个角色 高中的时候 她签了太多言情小说 没时间参加中国理想之光 新人需要竞争最吸引他们注意力的项目 这在演奏之前被称为天造 她从未在任何电影中演过戏 也从未在时代剧中做过任何认真的工作 诚意与偶像剧中的男神和李光宗贵在戏剧剧本中的理想表现都不同 在采访中 她变得焦躁起来 因为诚意担心需要一一恢复的士兵 导演的话影响了诚意 诚意站在一旁观察 因此 她同意她所听到的 诚意的舞台妆容看起来很逼真 因为她以战场为背景 她脸上的污垢和太阳穴的凌乱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 她穿上了军装 在过去的环境中占据前线位置 让她接触到的第一件事 是她无法感知的 她毁容的脸和受损的太阳穴 在困难的情况下 她极大的提高了英雄的表现 诚意很容易在正义的底线中扮演一个法官 诚意利用韩国演员赵露斯的技巧 利用周以安的烟火 这导致了两极分化的反应 周以安年纪轻轻就在法庭工作 被认为是正常现象 与师傅玩耍时遇到困难 故意嘲弄他们并导致沮丧 诚意最初的声音和表情 和她享受夜心的想法完全吻合 再加上周以安原本的表情 因为写在她脸上的字 而流露出对夜心的喜爱 赵露斯首次上演三件套 笑容灿烂 举止妖艳 也体现了她对夜心的喜爱 将韩国的表演放到一部 关于她的宠物猫的戏剧中就可以了 与以往的同类型剧相比 这部古装剧与其竞争对手的差距一目了然 有些人喜欢酸枣糖 觉得酸涩 有些人则喜欢她的甜味 即便如此 两位演员似乎都对他们的描绘结果感到满意 你看两个节目吗 吴磊的奇数超好 她曾把赵露斯吓哭 在片场领养了一只狗 差点被戏毁容 近日 新生代演员吴磊 赵露斯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寻星云集》 月出海 收获好评 粉丝无数 两人的CP感很强 在剧中不顾一切 双管齐下 相信很多人还被困在了无路能逃的CP里 无法自拔 心寒辉煌吴磊一 童星诞生 出道19年 1999年出生的吴磊 今年才22岁 但在娱乐圈已经19年了 相当受欢迎的广告童星 2005年 5岁的吴磊主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风神榜》的《风鸣奇山》 据说剧组当时正在演艺学校招聘肖哪吒这个角色的候选人 年轻的吴磊决定自建 还拍了一张化妆照 最终 他成功接任角色 与范冰冰一起演出 吴磊也成功转战话剧界 群星璀璨吴磊2 拍狼野榜时与胡歌皆为好友 成为演员后 吴磊先后出演了《神雕侠侣》 《仙剑奇遐传》等作品 而吴磊也在热播电视剧《狼野榜》中 以小卫式的角色俘获了众多粉丝刘飞 成为新一代实力派男星 剧中 吴磊搭档电视剧《男神》胡歌 两人的主仆情亦深受观众喜爱 戏外 吴磊更是将胡歌奉为偶像 甚至称他为胡老板 雷军还出演了电影《不值一途》 第三次与胡歌合作 让人期待他们再次同框的画面 群星璀璨吴磊三 骑术好到差点让赵露丝落泪 因为经常拍古装戏 所以需要骑马的戏份也不少 敬业的吴磊甚至私下学过马术 很多骑马戏都是他亲自上阵 比如电视剧《长歌行》中饰演可汗 杨子辉勒烈鹰 电影 《我的父辈们》等 我饰演骑在马背上的《现弹枪青年》 在璀璨星辰中饰演少将林武道 你可以看到吴磊在马背上及驰 让很多粉丝着迷 在群星璀璨放出的花絮中 有一幕是零不多 吴磊是正在叫成哨上赵露丝是骑马 缓慢的速度让赵露丝紧张而疯狂地尖叫起来 拍完戏 他还吓得大哭起来 喊出好可怕 而吴磊则连忙笑着安慰赵露丝 同时递给自己的卫生纸擦眼泪 画面颇为搞笑可爱 心寒辉煌吴磊4 在片场收养了狗狗小北 除了出色的奇数 吴磊还喜欢小动物 在深圳北站附近拍摄电视剧时 吴磊无意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只白色毛茸茸的小狗 他去动物医院检查并采用了它 为了纪念发现这只狗的地方 吴磊将它命名为小北 从此吴磊和小北一直形影不离 宠爱有加 还专门为小北创建了一个微博账号 《我太北了》来记录日常生活 看吴磊和小北北的甜蜜互动 让人羡慕不已 作为童星出道的吴磊 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他在采访中还提到 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职业演员 他希望观众更多地关注他的演技 而不仅仅是他的外表 此后吴磊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 他对演戏的态度是颤抖的 曾在拍戏时差点毁容 当时在拍摄电视剧《我和父亲》时 饰演热血青年的吴磊需要骑在马背上 用枪射击 不料某次射击时 枪不慎爆炸 造成吴磊的副作用 脸被炸飞了 还影响到眼睛 导致眼睛流血 但敬业的吴磊坚持简单的包扎后继续拍摄 他的敬业态度深得剧迷赞赏 用演技打动了每一位观众